这场比赛确实是一个世纪大战 因为马拉特刚刚击败过巴塞 应该对泰国选手非常的熟悉 所以魔动一场战友 可能心理上的一种事 对于亚桑克莱 我们都知道 他是在传统泰拳领域是第一人 而且内围战术杀伤力是非常的大 在赛前马拉特也是这样说的 说这个规则其实对我有力 刚才是一击前手的半战 这个马拉特的拳马非常的快 而且刚才集中了这个亚桑克莱的头部 他的一个连续组合 直接有命中 直接命中了这个 这个腿非常的重 连续多发 漂亮了 三个 四个 五个 同一角度 马拉特的这个手臂已经完全红了 漂亮 非常简单啊 非常奏效 这个泰拳的这个腿就是非常的浅重 而且非常有节奏感 他们身形来说我们都知道亚桑克莱的身形啊 好像是像一个坦克一样 他并不是那种刚潮式的体型 亚桑克莱连续对头一个地方进行持续的这个重腿攻击 这双方的风格表现得非常的明显 是的 啊 刚才那一拳非常重 好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家印象中的亚桑克莱 亚桑克莱 把对手 打出了泰拳的动作 确实打出了 是把对手啊 是挤在这个绳圈边呢 是蚕食对手 亚桑克莱啊 也是面部也是遭受了几次的重击 但是啊 就是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马拉克还是有这个KO能力的 他曾经是击败了五大泰拳王之一八赛 他不是说是 好像看下来 他可能随时就可以吃着这个致命性的还击的 对 双方有一期的拼拳 又是一腿 看说打指了这个右臂 是 而且啊 这种 这种腿法的变换 我就是后腿正灯 我要不就正灯 我要不就扫 我要不正灯 要不就扫 他没有说是很花烧的动作的变换 对 延续 又是延续三腿 又是延续 哎呦 这个 马拉克 第三季比赛 一分钟要结束了 不知道马拉克 能不能找回之前打败八猜的那个马拉克 但这个比赛 这个顺序万变 随时都可能改变 是 经常看到戏剧性的场面 刚才啊 这几腿踢上去就好比是踢到一个踢这个沙包的这种感觉 对 这个马拉克靠击打能力也非常的强 亚赛克莱的拳渗透力也是非常强 因为他穿透了这个高举双手的马拉克还是从中间过去 对 大家看到从旁边的角度腿从中间的拳 由中间的腿 要防他的这个腿 所以这个中间有时候稍微留了个缝 他几个就是简单的这种角度变换 就让马拉克 这个 这一场比赛 太惊心动魄的比赛 这场比赛可以说呀 这个亚赛克莱又一次 展示了我们所熟知的亚赛克莱 但是呢 是在马拉克的身上展示了 对 一个熟知的马拉克 亚赛克莱 这个比赛太惊心动魄 太惊心动魄 午 ради期刀的 总许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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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